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过境美国 到底是否会和川普见面 许多美国的台桥呢对此也非常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台湾人组织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华盛顿分会会长简明子博士 简博士你好 你好 那么简博士在美国的这个台桥是如何准备这次蔡英文可能的过境的 那么对此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在美国的台湾人特别的兴奋 这次我们很高兴那个蔡英文总统 他达到这个有机会跟川普交谈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我们知道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 那他可能的过境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欢迎 他有几次过境我们台小都有很好的准备 我们对来是全力的支持 我们期待就是说他有可能真正的跟川普来见面 进一步提升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谢谢 简博士刚才你提到在美的台桥 对于蔡英文和川普的电话交谈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么你认为这通电话是否有可能会改变未来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那当然有可能 我们也是期待他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在美国台桥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 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办法跟美国有高层的互惑 像台湾的总统不能够访问美国华盛顿 还有其他的高级官员 我们像FAPA特别有一直在推行 跟美国的那个台湾policy的review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好几样法案 我们希望透过这事件的发展 会有机会美国愿意来讨论改进跟台湾的关系 简博士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环球时报 12月6号的社论当中提到说 中国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解放军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能夺下台湾 那么你觉得中国这样的反应 对于美中台的关系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想他总是一定要表态 那中国这样的表态并不意外 那我想对于整个美中台的关系 还有台湾海峡的稳定 我想这样不会是一个好的发展 那我们也不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的恐吓跟威胁 对台湾有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那我想他们必须面对的是 美国在新的总统上来之后 他们中国必须要 正正的务实的考虑 台湾是可以怎么样和平解决 不应该只有一个同意的单项选择 好的谢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华盛顿分会的会长 简明子博士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是ソーカ人 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